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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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最爱的 相爱的 亲爱的人来告别 Andrum 怎么你在这里啊 没有啊 今晚我想去吃东西 又想听歌 更想唱歌咧 去卡拉OK 要吗 不要 今晚不想去卡拉OK 不担的人那么多 喂 哥哥不要再唱了啦 很吵耶 你到底要去哪里 我有个新发现 今晚就带你去Sling Music Cafe 好吗 哪里 远吗 不远的 那边有好吃 有的听歌 又有的唱歌咧 走走走 带我去带我去 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醒玩醒 耶嘿 这一集我们北马搞怪团会来到冰城大三角搜索美食哦 如果说呢 我们可以在享用美食的同时 也可以听听轻轻的音乐 还有现场助唱歌手为我们唱歌 那就不会更享受了吗 对了 我们要为你们介绍的就是Sling Music Cafe 玄音民歌餐厅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来到这里呢 因为嘛 Unblock 或者是不插电的民歌餐厅 在KR或许是很普遍的啦 但是在大三角却是唯一一家 而它是位于在点心城的附近 或者是欧套的隔壁 那么大三角的你们 又服咯 兄弟 这里的装饭也还蛮美一下的齁 这个是很gat咧 你看 有的听歌 有的唱歌 还有的吃东西咧 现在 就让我先带你们去厨房看看厨师的厨艺吧 在厨房里准备的菜单 不管是味道 白色 厨师们都很用心 而且Sling Music Cafe 有30到40种菜单让你们选择 哇 这真的会眼花缭乱咧 不如我们找找一下老板 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和什么好介绍 对 来 现在我们帮你Sling Music Cafe的老板 好 Peter 不好意思啊 对了Peter 这间民歌餐厅为什么会命名为Sling Music Cafe呢 其实很简单啦 我们会以Sling来取名是因为 我们的店是以吉他为主的 所以Sling是代表说 那个吉他上面的那个弦 好 Peter 阿湘 为什么你们会合伙来经营这间 这么特别的民歌餐厅呢 因为我们 这个就是我的歌啦 好哦 Peter就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啦 有一天 所以我们就去从吉他上波吃东西 做着慢慢研究人家的餐厅 然后就慢慢想看自己要三个老朋友要搞一间餐厅 一起来 看要讲 Cinno 就是这样出来的咯 所以这里有的吃东西和听音乐之外 你们还有其他的娱乐节目呢 其实我们 有经常我们会举办一些 有关于音乐性的那些Event 比如说歌唱比赛啦 那些台歌游戏啦 等等之类的 然后其实我们的舞台也是公开给大家的 就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来这边唱歌 摊吉他之类的 对 好 那今天你要为我们特别介绍什么食物呢 这是我们本店的Hawai Chicken 诶 这道Hawai Chicken好像跟其他不一样咧 所以它比外面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是烧烤式的 外面的是炸油的 因为这个酱料是我们的 组织特制出来的 我们本店的酱 还有这个是 La Siloma是吗 对 这是我们本店的Soton La Siloma 诶 这个蛮特别的呢 请问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本店的厨师特制的 它名字叫做Omulet 哦 请问它里面是包这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外面是蛋的 鸡蛋 然后它里面有包ham 起司 还有蔬菜类 然后想问一下这道是 这道是本店特制的东洋面 它有哪个特别的呢 它的特别就是我们可以加上一片鸡蛋 就在羊肉上面放一片鸡蛋 口感的很不错 看起来很好吃 好那么现在请两位主持人来享用我们 这几道美食 顺便欣赏一下我们的音乐和表演 好 league logging上 既然爱了舅 无言无如退 再多了苦 一点的一杯 我的爱不着觉 做出佳 看完了这一集,现在就应该快快去String Music Cafe试一试吧! 对了,如果你们到String Music Cafe用餐的时候,只要说出我们是北马搞怪团和String Music Cafe的Fans,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一杯免费的营药咯! 就那么简单,而接着这些是10月20号2011年必须符合条规!